连日来,采民花十万元重二,两亿大奖,且无需缴税事件在网络迅速传播,12月5日,中奖采民已到江西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对奖,并表示,我就是那个快乐八大奖得主。 然而,对奖并不意味着事件结束,关于该期彩票是否存在内幕操作引发公众质疑,江西福彩中心也被推向风口浪尖。 对此,大碗新闻记者赶赴江西南昌采访,四问十万买重二,两亿巨奖事件,截至发稿前,江西省民政厅,江西福彩中心均无回应。 12月7日下午,大碗新闻记者带着采访韩和记者正来到江西省民政厅,江西福彩中心,希望能对采民花十万重了二,两亿大奖仪式进行采访, 但被保安拒之门外,称无预约,无法进入大楼。 记者在门外等候两个多小时,期间多次沟通,均未被允许进入。 江西省民政厅,江西福彩中心,在同一栋楼。 在等候时,大碗新闻记者致电江西省民政厅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处,该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,不太清楚,不掌握相关信息,民政厅业务口很多,并让记者采访江西省福彩中心。 称,这是福彩中心正常的销售管理工作,你去问福彩中心,他们会统一回复。 随后,大碗新闻记者多次拨打江西省民政厅,江西福彩中心多相关部门电话希望能预约或采访, 但不管是办公电话或相关人士手机号,截至12月7日晚上7时,仅一人表示,费劲不在单位,不了解此事,其他均无人接听。 大碗新闻还将采访问题发至江西省民政厅相关处事邮箱,但截至发稿前,也无回应。 尽管江西省民政厅,江西福彩中心未做回应,但随着事件不断发酵。 围绕十万买中二,两亿巨奖事件,一系列疑问,几代拉值。 购彩的监控能否公开? 12月5日,有采访到江西福彩中心对讲师表示,自己就是那个快乐八大奖得主,购买彩票已超五年,家庭经济条件不错,养成了购买彩票的习惯, 每周会购买彩票三四次,每次购彩资金在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, 公众关切购买彩票的过程是否合规,在保护重奖者隐私的基础上,购彩的监控和购买记录能否公开? 记者专访知名教育博主,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教师李永乐。 专精物理与数学的他,从数学角度为公众分析这份幸运背后的逻辑以及概率。 12月2日,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D2023327开奖,按照以往开奖信息发布速度,开奖情况大概每天晚上22时左右就会出炉,但当晚却足足晚了一个多小时。 根据开奖结果,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D2023327开出中奖号码1012121216272940414243444757596364657273。 当期全国选十重十大奖没有中出,选九中九大奖,全国也仅中出一注,单注奖金30万元。 令人诧异的是,平时一般在100注左右的选期中期,竟然中出了今天的50159注,总奖金高达2,2亿余元。 根据显示,12月2日,有人在快乐8选7万法中,一次性购买40、41、42、44、63、64、65数共49250注,这意味着,由采明一次性中了近5万注大奖。 随即,中奖信息引发舆论关注,这笔大奖以及中奖人也备受质疑。 据了解,由于该采明的中奖金额超过了现赔额度,单注奖金只能达到4475元,根据福采相关规定。 如果单注中奖金额在1万元以上就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,而在1万元以下则不需要缴税。 因此,该采明领取2,2亿余元奖金时无需缴纳税款,这也让其有可能成为中国彩票历史上第一位不用交税的一元奖得主。 事实上,和该采明一样的这种中奖概率是极小的。 通过概率论计算得出,快了8分的选7中7分,平均中奖概率约为4万分之一。 以此推断,如果每天买一注,大约需要连续购买4万多天,也就是大约112年才能中得大奖。 同理,下一注集中500万的平均中奖概率为1,8,9,1万,即每天都买一注,更是要一直买上24,410年。 李永乐告诉记者,他根据中国福利彩票官网关于快乐8游戏规则,得以计算推断出结论。 李永乐介绍,利用这种方法,他把选试的所有情况都计算出来,就得到了各种情况的中奖概率。 利用同样的方法,就可以计算出其他更多情况的中奖概率。 如果画出中奖概率图,就会发现,选4中奖概率最高,大约有25%,选1其次为25%,买选1或者选4,大约每4次能够中奖一次,选2中奖概率最低,大约每16次才能中奖一次。 快乐8的选期,玩法的中奖概率是0,0000009,也就是说,每买一注,中奖的可能性只有9一分之一,这意味着,这是一种极其低概率的事件,即使购买了5万注,中奖的概率也只有0,0045,也就是说,平均要买2,27才能中一次投奖。 而快乐8每天开奖187,也就是说,平均要买122天才能中一次投奖,这样看来,这位采明的行为并不合理,他只是碰巧赶上了一个极其罕见的机会,而不是有什么可靠的依据或方法。 其次,快乐8的选期,玩法的期望,收益是0,9,也就是说,每投入1元,平均只能收回0,9元,这意味着,这是一种长期亏损的游戏,即使中奖了,也不能弥补之前的投入。 而且,由于当期选期玩法的奖金触发了限额风险控制,每注投奖的奖金,由1万元降为4,475元。 这也导致了这位采明的期望收益进一步降低,从原来的0,9,降到了0。 4,这样看来,这位采明的行为更不合理,他不仅没有考虑到自己的投入和回报的比例,还没有考虑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对奖金的影响。 综上所述,这位采明的行为是一种非理性的、冒险的、盲目的行为,他只是凭借着运气和胆量赢得了一次难得的大奖,而不是有什么可复制的经验或技巧。 因此,我们不应该盲目地效仿他的做法,而应该理性地对待彩票,把它作为一种娱乐和公益的方式,而不是一种赚钱和投机的手段。 回过头来,我个人依旧认为江西这位采明的下注方式是非常奇葩和冒险的,如果想要中大奖,肯定不应选择这样的彩票投注方式。 李永乐直言,虽然快乐吧是一种中奖率和期望值相对较高的彩票,但是玩法众多,想中大奖的概率更微乎其微,如果下注如此大的金额,想得到同样回报。 理论上应该选择类似双色球这种玩法单一,担注中奖金额又更丰厚的彩票。 对此,李永乐建议,网友不应效仿该彩民的做法。 彩票也不应当做主要投资或报复的手段。 彩票是被作为可选消费品,拥有金融属性的同时,还能具备公益性、娱乐性、满足大众彩票、游戏需求的同时,确保彩票公益金目标的实现。 根据国家财政部公布的数据,2023年上半年,全国共销售彩票2738,99亿元,同比增加918,36亿元,增幅达50,4%,经济有没有复苏先不说。 彩票行业复苏的形势已经很明显了,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? 社交和娱乐因素 彩票销售点通常位于便利店、超市等地方。 购买彩票也可以成为一种社交活动,人们可以在购买彩票的过程中和其他人交流,丰富自己的社交需求。 心理因素和彩票的赌博性质 有些人可能会购买彩票作为一种赌博的行为,希望通过中奖获得额外的财富和成就感。 彩票的赌博性质可能会吸引一些人寻求心理上的刺激和乐趣。 经济压力和彩票的低价性质 在经济压力较大的情况下,人们可能会寻求彩票作为一种廉价的娱乐方式来缓解压力,彩票的价格相对较低。 对于一些人来说,购买彩票是一种希望改变自己经济状况的途径,他们不愿意放弃这种翻身逆袭的机会。 需要注意的是,彩票中奖的概率通常很低。 据专家统计指出,购买彩票的中奖概率只有几千万分之一,以双色球为例,中奖的概率只有1700万分之一。 这么低的中奖概率,大家也不是不清楚,不管怎么买。 对于99%,99%的人来说都是支持福利事业了,那么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去买彩票,并且在今年明显经济情况并不好的情况下,彩票销售反而出现了逆势上涨呢? 根据公开资料的不完全统计,中国采民的结构分布如下。 职业构成,中国采民的职业构成较为多样,但以企业白领、工人、服务业人员等为主,其中企业白领占比最高,达到30%以上,其次是工人和服务业人员,分别占比19%和13%左右。 此外,学生和农民等职业的采民占比相对较低。 年龄分布,中国采民的年龄分布较广,但主要以中老年人为主,30岁到60岁的采民占比达到80%,30岁以下的采民占比约15%,而60岁以上的采民更是不到5%,地域分布,中国采民的地域分布较为广泛,但主要集中在三线及以下城市占比近6成。 其中,二线城市采民占比最高,达到35%左右,三线及以下城市的采民占比近6成。 其实我更想说的,当作为社会建设主力军的人们,在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时,更多的将希望寄托于中奖,这种事情上是社会的悲哀。 虽然彩票行业销售增长了,但是这不应该作为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来说,低收入人群努力工作还能上升到中等收入阶层。 但是当中等收入人群努力工作并不能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,反而要实时面临下滑的风险时,他们还可以寄希望于什么呢? 不要说什么是他们不够努力这种话,当少数人这样时可以这么说,但是当大多数人都这样的时候,那就不是个人的问题,而是社会问题了。 反而是彩票给了他们一个希望,或者说期待,虽然机会渺茫,但是一个可能的希望对于他们来说,已经是沉重压力下唯一可以期待的事情了。